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镇解析卡这个频道 今天呢我们就废话少说 给大家带来一期优衣库 2024年最新春夏联名款的开箱测评 设计师是来自英国的Claire Keller 是前Givanshi设计总监 非常的厉害 这次的开箱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六个look 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 老规矩啊 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 都会放到YouTube的描述框里面 大家可以一键购买 我是小镇解析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对了 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 在海外的朋友呢 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的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第一套look的主角 就是这样的一条细吊带 摆折小洋装了 在上一期的预览影片里面呢 我提到它是一个黑白拼色的 比较有抽象的艺术感啊 但其实看了下实物才发现 它里面还镶嵌了一点点的蓝色 所以更加有春日的氛围感 那整体远远地看上去呢 就像一副油画一样 非常的好看 但这条裙子呢 我当时其实也挺担心的 会不会穿得太长 我们上海人说像梳想布 结果上身真的比我预想的 要好看太多了 细吊带性感而且显瘦 设计非常的巧妙 胸部以下呢 直接就是高腰了 下面展开就是细细的褶皱 显得腿很长 而且很柔美 不规则的下摆 灵动有趣 非常的轻盈 另外啊 这条裙子的吊带呢 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大家不用担心会走光 胸部这里呢 落了比较厚实的一层 内衣 随不穿内衣也是OK的 哎呀我太喜欢这条裙子了 没死了 那么外面呢 我搭配的是一件风衣 不过不是模特那件绿色 而是浅驼色 那这个浅驼色呢 非常的好看哦 整个人都显得很白 很温柔 有一种发光的感觉 双排牛设计 微正式的挺阔版型 风衣的标志型元素 一个都不少 俐落中呢 带着点潇洒 上身干练游行 100%全棉 长短也正好 不会太长 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材 我穿M正好 那这条吊带裙 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花色 尤其是那个纯色上面 是有一些些小波点的那一款 我看了下实物 觉得更适合比较年轻的妹子 那这一款呢 我觉得会更多了那么一点点的霸气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拼色 那至于这件风衣呢 其实大家看模特儿图就知道 它本来搭配的是一个绿色的风衣 我在店里面也试了一下 但我觉得那个绿色呢 太像军装的绿色 上身呢 会显得我的脸比较黄一点 所以我最后选呢 还是这个浅坨色 供大家参考 第二套呢 是我看模特儿图就非常喜欢的一套 它是由三件衣服组成的 包括这样的一件 比较偏中性风的夹克 一条搭配的长裤 还有一件柔美的衬衫 先来说这件衬衫 它的面料是半透明的 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shear的质地 大家仔细看 它上面还是有一些机理感的 所以呢 看上去会相对比较高级点 而且这件衬衣呢 它是由两件组成的 包括里面的一件小吊带 和外面的一件衬衫 非常的考究 也很贴心 这件衬衣上身 要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 我觉得这次优衣库的联名款 是相当有诚意的 这件衬衫 其实呢 我本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一上升 就觉得哇 好美好鲜啊 材质呢 软软的 有点薄薄的 半透明 穿起来很轻盈 袖子这里做得很宽松 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 从材质到版型 都看着非常的高级 这件衬衣呢 我穿M是正好的 肩膀这里正好就可以了 不过推荐大家 千万不要买太大 因为这件衬衣呢 更合适的是作为内搭 如果买太大的话 内搭会显得有点鼓鼓的 像我这样搭配在这件 深灰色的工装甲克里面 就是一组极好的CP了 衬衫的柔美浪漫 和甲克的帅气中性 互相冲撞 非常的耐看 甲克呢 是97%的全棉 面料相对硬挺一点 偏工装的版型 搭配中性风剪裁 上身很潇洒 腰部这里呢 设计了抽绳 可以自己调节 像我这样敞开穿 就是一件普通的夹克 也可以像模特儿那样 把腰部抽紧 这样的话 你的腰身就往上 又提高了几公分 显得腿尤其的长 模特儿同款的裤子呢 我也买了 但是我穿感觉特别的短 穿不出模特儿那种 拖地阔腿的效果来 有点可惜 但是呢 这条裤子的版型 还是不错的 有点像萝卜裤 比较有松弛感 这条裤子呢 我穿丝毫正好 再来说回这件衬衫 同款呢 还有个粉色 均绿色和黑色 我觉得那个均绿色 也是蛮好看 当然我最推荐的 还是这件白色 真的非常的百搭 尤其适合 2024年春夏季节来穿 推荐呢 那么至于这一套 工装夹克套装呢 还有个均绿色 我觉得那个均绿色呢 实在是太像 军装里面穿的衣服了 还是这个深灰色 更加内敛 有气质一点 但总体来说 这个夹克套装 没有我想的 穿出来那么惊艳 我觉得还是对 身材和气质的要求 比较高一点 可能我还是缺了一点点 比较萨的那种气质 第三套呢 就是我在玉兰里面 非常喜欢的 这样的一件 针织的马甲 Mortal呢 是内搭了这件白色 比较柔美的衬衫 我也试着一套 给大家看一下 这件马甲 采用了V领的设计 不过这个V领 开口并不大 比较克制和含蓄 也更有书卷气 很像知识分子 版型略宽松 短款设计 不挑身材 坑条纹非常的显瘦 而且呢 自在层次感 所以这样的 米白色的 针织马甲上身呢 也不会觉得单调和无聊 内搭的呢 就是前面那件白色 半透明的衬衣了 搭配这样的柔美衬衣呢 不仅很轻松 而且呢 要比常见的 硬挺白衬衣 更有春日的氛围感 这一套 我非常的满意 搭配的这个包包呢 也是这次 UNIQLO C系列的 它是一个素皮包包 所以性价比比较高 39美金就可以入 不过呢 它的手感和质感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看它的油边 都采用了一个 深一号的 活色的设计 米白色 也是比较容易搭配 我觉得这个包包 要比上一期 UNIQLO C好的地方呢 是在于它的肩带 也是采用了素皮的 整体看上去呢 就更加的有高级感 而且它容量很大 可以装很多东西 又是个软包 不仅装的东西更多 而且自带松弛感 但是它也是有个缺点 单肩包 做成那么大 对身高 还是会有一点点要求的 如果是小个子女生 或者是走甜美路线的女生呢 背这么大的一个单肩包 会比较吃力一点 大家还是要谨慎考虑 都看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小郑杰西卡 这个频道 也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哦 好了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 那前面呢 给大家分享的那件马甲穿搭 肯定就会有朋友问我说 诶 那个模特搭配那条白色牛仔裤呢 你怎么没有买 诶 我跟大家讲 我差一点买哦 不过最后呢 我买的是同款 不同色 是这样的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两条白色牛仔裤了 而且版型都相当不错 所以我就不想再买白色了 试了一下呢 觉得这个浅蓝色 颜色比较特别 而且上市呢 要比白色更加的显瘦 所以我选的就是这个浅蓝色 它呢采用了棉和莱萨尔混纺 很轻薄 是一条38度大热天都可以穿的牛仔裤 非常惊喜了 宽松版型 对身材的要求不是很高 裤脚这里呢 是有一点点毛边设计的 能够增加一丝随性感 这条裤子呢 我特意买的是27号 买大了一点 这样才会有垮垮的那种松弛感 这里裤脚呢 我也给大家单独展示一下 就是因为有一点点这种毛边的设计 所以就增加了一种undone的感觉 法式女人说的那种不费力的时髦感 就是通过这种毛边啊 或者是故意不好好穿衣服来获得的 那么搭配的上衣呢 是这样的一件蕾丝圆领 针织小开商啊 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针织商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气场 但是这一件我一上升就非常喜欢啊 也是属于食物要比照片更让我心动的一件单品 那这件衣服呢 我喜欢它的点是在于它的领口 这个领口开的要比一般的针织商更加大一点 所以夏天穿呢会非常的透气 而且显瘦 它的面料呢也很特别 68%的棉子 有那么一点点透肤 正是本季最流行 shear的那种感觉 很时髦 而且正是因为这种透肤的感觉 所以要比起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针织商 更加的特别 我很喜欢 克兰英兰很显白 这件衣服真的是让我很惊喜 同款呢 这个针织商还有好多不同的颜色 我觉得那个森林绿还有那个白色也都不错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克兰英兰 如果还有号的话呢 推荐大家一定要入 这件我穿M号正好 第五套衣服呢又是裙装 大家应该还记得第一套这一件吊带小洋装 是一条连身裙 其实这条连身裙呢 还有一个半身裙的版本啊 也是有五个不同的颜色 那我这次呢就选了一个小波点的颜色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选的这个呢是绿色 上面有不规则的蓝色小波点 配色复古又别致 而且腰部有一道蓝色的边边 和波点颜色呼应细节很到位 裙子的长度呢也是到脚踝 不规则裙摆是一大亮点 摆折细腻紧凑 不会显得胯宽 我离形身材穿也完全没问题 上半身呢就搭配之前出现过的白色马甲 就可以了非常清爽 这条裙子呢我穿M号正好 估计这个夏天我会经常穿这条裙子 强烈推荐大家买 最后就是我身上这一套克兰因蓝的套裙了 我当时看模特图呢就跟大家讲 我觉得可能食物不怎么地 因为这样的基本款还蛮考验版型和面料的 但是这套和其他的几个单品一样 也是属于食物 比照片要更好看的 上身有惊喜 先来看这个上半身的T恤 它呢是一个小扩形的设计 短款 不用担心怎么样塞进夏装里面 而且这个扩形感呢会显得很大牌 完全不像一件24美金的衣服 这条窄版裙呢也比我预想的要好看太多了 合身但是不紧绷 能够凸现婀娜多姿的身材 长度到小腿中间露出最细的脚踝 整个人呢都显得瘦了一圈 面料不容易皱 腰带是松紧设计的 好穿好脱 不过这条裙子呢也是有缺点呢 其实呢小肚子还是蛮明显的 不过衣服起到了一个障眼法的功能啊 不太看得出来小肚子 这一套呢一共也只要55美金 这个价格真的是逆天了 这条裙子呢还有一个森林绿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可以搭配那件开肩 针织衫 一套穿上呢会显得更加高级一点 那么今天的开箱呢就到这里了 大家最喜欢其中哪一件呢 不少单品呢已经断码了 大家如果看到我的preview就下单的话 就是恭喜你抢到了 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起来吧 我是小珍杰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